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要來個快速盤點吧 因為最近的廣告遊戲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來個快速一波了帶過 答辯啟動 第一款 泰無風神榜 台灣代理坦是紅音數位娛樂 但Google商店掛的卻是小碼遊戲 是一間與台灣魔方數位資訊服務 合作較為密切的廠商 而這間的武功是為中國的無弧魔方數位 不過廠商之間的相互合作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最有可能追溯上去根本就是同一個集團的操作 那之前還找了溫妮代言那款大仙尊休閒問情 但這遊戲畫面一看就知道 三個字 超級答辯 本次遊戲找來當年風神榜的演員 但這部我都沒看過 沒什麼共鳴一點 那我個人是對風神演繹還比較熟一點 那稍微對一下答案吧 雖然戰鬥方位好像不太像 但遊戲的UI跟結構都是差不多的 只要不是詐騙誘導的話 那遊戲一看就知道 是一款常見到不行的 無限滾浮流的胖智垃圾 5分鐘有4分鐘都在跟你要錢 然後廣告跟遊戲畫面也是沒有辦法的關係 再搭配各種預約抽獎之類的 看都看膩了 信他不如信教吧 下面一位 輪迴雙生 台灣代理是義亨數位行銷 也是在台灣掌握韭菜密碼的大師級人物 Google商店是掛在eSky放下面 就是那款我常提到的 垃圾血污子的廠商 那最近還在努力拉新韭菜入局 原來韓國的火爆 是用來炒台灣的韭菜 真的是高招 然後這次噱頭也玩大了 改抽車子跟房子 那雖然一眼看上去就挺糞的 而且在中國已經是常見的套路了 但依舊是非常好騙 那這款遊戲就是過去的那款 新鮮霞 起源的微幻皮版 當時找了任家姐妹 這次找了白兔 也是不忘忠初衷了 如果你在找王力猴一起站台 那真的是絕殺啊 我願稱你為最強 而這次遊戲只差在職業選單 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同 其他則是一模一樣 進去遊戲以後 則是連改都不改 畢竟開發商是同一間嘛 那就是把宣傳 加點AI位 就可以端上來了 然後最近遊戲廣告也很詭異啊 那麼不限性別 跨性別 這到底是殺小啊 我真的不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文案了 而且這跟你遊戲到底有幾毛關係 建議廠商 如果你沒活的話 可以考慮去咬個打火機 別在這邊自負其短 勉為其難了 或者不如改名叫做 人回重生 豈不是更貼切呢 那所謂佛度有緣人 因為韭菜們都早日解脫啊 再來天命三國治 台灣代理是一亨 這次也請到 與三國有相關聯的藝人 林志玲來代言 而大家都知道 這些遊戲 大家都在臨近開服或者當日 才會見光時 不然如果一看到賣相 就知道是快答辯 那要怎麼吸引別人呢 所以一般 我們都只能看到各種 業配拉客 或者無限假開服 爭片預約的廣告 也是難為廠商啦 一直花錢為各位做免費的智商檢驗 順便做點視力檢查 那這款我只能靠盲猜推理了 首先是這項宣傳圖 可以對得上是另一款遊戲 2021年上架的 《工程天下》 然後官方宣傳圖 左上的UI介面 也可以對上這款遊戲 那角色職業分類圖標也對得上 外加趙雲的角色技能 也是雷同的 雖然官方的 人物美術不太像 但以這遊戲的品質 卻也很符合我 對這間廣告代理的印象 所以八成可以確定 就是這款 《工程天下》 或者是具這款遊戲的幻皮版 然後一看到這個極具復古感 跟美感的人物設計 外加這個廉價的放置加國戰策略玩法 真的是太有創意 太讓人想課金了吧 好玩到我都不知道怎麼介紹了 就留給有緣人吧 而這種非常依靠買量的遊戲 大多就是上一款 就準備倒一款 然後官方的FB設計訂稿 也很奇葩 各種的對付上 像是武器 肩甲 妖風 帽子 都是保留了一部分 就去除了一部分 旁邊這個服裝材質 看上去就很像Google找快速財後貼上去的 但是廠商也可以印說是參考元素 但是 在下面這邊又寫 設計細節 總之就是充滿違和感 這邊你可以看到其他廠商的範例 一看上去就是設計思路很明確 整體也不會太突兀 然後廠商你這個三四圖 你們真的知道這個三四圖的意義嗎 真的 如果不會的話可以別搞 但我覺得啦 他們大概是想學王者榮浪那種外觀設計 但人家那種是出於目的的設計 你這看上去 反倒像是在算計 而我後來發現 如果把官網那張3D關羽放進來 一切就豁然開朗啦 我簡單的把兩張圖併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發現 剛剛那些矛盾點都不見啦 大概是廠商找了外包做3D美術設計 然後就用別人的素材來 嗯…你知道的 反正一切請以實物為主 我就不做說什麼了 再來 魔力寶貝無限進化 那這款代理是今天網路科技 就是那間上海遊飛網路的跳板 一些過往在那款魔力寶貝回憶裡面有介紹過了 總之它就是一款老遊戲不斷重生再重生再重生 每年都會來一遍 所以我也不評價了 至於它是不是什麼正門授權 也只有天知道了 但它想割韭菜的心 那肯定是永恆不變的 一時割一時爽 一直割一時爽 久了賽寶貝 無限收割 期待你的到來 記得是生之物語 原因上就是之前常提到的那間 也是個職業道數材跟詐騙行銷的 SP GAME物足遊戲 那這次我是不太確定 那我在買島之前就有找到見面類似的遊戲 但一直對比官方的部分資料又不太肯定 因為我找到這款遊戲 它只有兩個職業選擇 不然遊戲中它有提供很多夥伴 本身有帶多種職業 但很多外型都對不上 那角色勉強有個多職業設定 但也只算是個天賦 然後家屬信用的 而但以職業的選擇上 我自己覺得比較接近的是 以前提到過的那款神木遺跡 但在界面上就完全不同了 而且那間原廠 應該是不會傻到把錢給別人賺 不過巧的是 官方FB在7月5號丟出來的這張圖 剛剛好我在遊戲中就能找到 所以莫非我是猜對了 所以要嘛就是它又到圖了 或者就是它官網跟內容的圖文不符 畢竟它也不是出飯了 而這款遊戲就是個很單純的點點點 然後儲值變強的掛機MLO遊戲 而比較意外的是 遊戲中的內容還算異常的豐富 當然是就各方面來講 那遊戲中有個釣魚跟類似家裡系統 就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宣傳那些內容了 反而在一個禮拜不到就見真章了 該出現業配就會自己報到 但因為廠商過往都是那個屌樣 所以你也別問我這款值不值得入坑了 然後你們廠商到圖就到圖 少在那邊推卸責任 浴室就推下游 來個正義切割 你這個廣告直接到玩PS遊戲 季節給未來的信 你要不要出來解釋解釋 跟你這款遊戲有幾毛的關係啊 結論 君子譚蕩蕩蕩 小人長七七 君子寓意 小人寓意 那最後是觀眾希望我講的 風起三國之 亂世逐鹿 那台灣代理師名稱常到靠北的 向上R8遊戲遊戲公司台灣分公司 而遊戲實際的開發與運營商 是中國的遊樂科技 之前在動物朋友王國的影片中有介紹過 本質上是隸屬於騰訊系的廠商 那這款去年5月在中國推出 就一路量下去了 沒什麼高點 那官方也隨著海外服推出以後 就停跟B站了 目前是因為剛上架 所以過得還算行 不過以長線來說 我是不看好了 整體又是一款很中規中矩的放置卡遊戲 沒有談出太多廣告 那主線劇情有配音 美術表現畫面是不是帶那種傳奇的味道 不過整體反正是今天介紹裡面最好的一款 但也相對的就是 它沒有太多的亮點 跟其他放置遊戲並沒有太多差異化 外加人生跟題材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就… 說討喜也不是很討喜啦 因為三國題材是真的被玩到爛的 有時候看的是挺乏味的 那如果你想玩的話還是可以玩玩 但就不要太投入了 那這次的快樂大盤點 希望各位看得愉快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坐…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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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